我们的孩子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升学直通车 做客节目的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那么请江主任赶快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坊间的意思在说这个提早申请 提早申请到底什么是提早申请呢 对其实提早申请不是一种好像唠叨 就我跟你讲说你要提那个什么早起 你要有虫吃啊什么动作快啊这样不是 他是真正有一个这样的申请的方式叫提早申请 那提早申请他顾名思义就是提早把申请表递给大学 那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一般的申请可能就是12月你才送这个申请书 11月可是提早申请就是他有一个截止日期 大部分就是11月1号以前 那就是说你10月份就要把这个申请表送给这个大学 好那这个就很简单就是说提早把这个申请资料 全部整理好了送给大学 但是呢他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不同种的提早申请 也就是说呢提早申请他还有分很多种 像有一个叫early action 就是说你提早申请但是如果你被录取你可以选择不去 好那我只是提早做这个申请的动作 可是我没有要跟你绑定 好那另外一种叫做early decision 就是说我提早做申请 好那如果你录取我那我一定得去 我要跟你签一个合约 好我不能反悔 好那这个叫early decision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restricted early action 就是有限制性的提早申请 就是说呢我提早申请这个学校 但是我不可以就是说跟别的early decision的学校 比如说同时做申请 好就是我是有有限制性的 好但是这个我也不绑定 那另外一种是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就是说我只选择一个学校做提早申请 虽然我也不绑定但我也不能申请很多个学校 这样你头有没有很晕 也晕 好那还有更晕的 因为那个early early就提早申请early application 还有就是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就是11月15 11月1号之前送出去的 那第二个阶段是1月1号 也就是说还有第一梯次第二梯次 所以呢就是说这整个来讲真的是选择非常的多啦 可是呢他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提早 因为你提早做申请你也提早知道结果嘛 像很多学生他在圣诞节之前 他就已经知道他有没有被中益的大学录取 好那他就可以过个很快乐的什么圣诞节 对不对 他就很开心啦 所以这个就是提早可以这个知道 那而且呢就是说通常他的这个录取率也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大部分的学校啦 那但是他的他的缺点就是说你要早早就准备好很多东西 甚至你标划测试要考来讲你可能暑假的时候就暑假之前你就要考好那个分数 就是等于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就像那个主菜没有那个菜都已经切好 然后洗好就等着下锅 那不能说等到那个很晚才来弄 所以这个呢就是提早申请 那这个现在来讲以前是属于一种秘密武器啦 现在蛮多人都知道了 所以也不是秘密 所以你还不知道的话就比较吃亏 所以要跟我们的专家们去聊嘛对吧 那你这样来说的话提早申请是不是比较容易被录取呢 其实你可以讲他的录取率比较高 对大部分的学校他的录取率可以高到三倍呀 甚至有高到四倍 像去年哈佛他的录取率普通申请就是大概2.5个percent很低 可是他提早申请就8个percent的录取率 那就是高了很多嘛对不对 很多学校他就是差别很大 但是有些学校呢 像纽约大学像南加大就没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还会就是提早申请的录取率还会还会比较低 对所以就要看学校啦 那有一些大学他提早申请的录取率比较高 像Stanford 可是呢你真的你没有三头六臂哦 你不要去跟人家抽热闹 因为那个都是因为像有时候你看那个录取率 比如说是5个percent 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是5个percent不是 他那个人就是比如说你是什么某某名人的小孩啊 还是你是什么校友子女啊超级捐款人啊 还是什么奥林匹克选手啊 他们都会在Stanford提早申请的时候 送这个申请书 那你就是活活被他们比下去 所以可能他的录取率是50percent 你的录取率是1个percent 你懂吗 对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啦 那么哪些大学可以做提早申请呢 其实在美国蛮多学校有提供提早申请 大概有450所 蛮多的吧 对大部分是私立的啦 因为他们希望说在这个提早申请中就是能够 比如说我今年需要招这个2000人对不对 那我提早申请的时候我就先录取1000人 然后我就可以吃一个定心丸 对我的这个招生作业也比较方便嘛 所以为什么他的录取率会比较高 因为通常你提早申请就代表你对这个学校也是比较有兴趣了 所以他们会想要这样做 所以大部分的私立学校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提早申请的这个方式 那就是说一般像加州的这个学生一定会申请加大嘛 对加大他就没有提早申请 可是呢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加大他的申请是10月1号就开放 那我们通常也是希望学生早一点送件进去 所以你就说提早申请是10月交件 那你加大10月1号开放 那你差不多也是10月要开始交件啦 所以其实以时间上来说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他的形式不一样 他的概念不一样 那时间来说差不多啦 然后我要特别讲 因为这个私立大学很多都是有这个面试嘛 你知道吗 那很多的这个面试他是先到先得 那你如果说太晚送件的话 你可能就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那提早申请他也有这个好处 就是说你等于是说提早让他知道你要申请 所以他会先把那个面试的机会排给你啊 所以你就会得到那个面试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就是蛮大的一个优势啦 可是就是说有一种学生他是比较不适合提早申请 好就是说他如果说这个就是说从9年级或10年级到这个申请之前 他的GPA都不高 你知道有一种叫大机碗提 就是他可能到12年级要申请大学他才醒过来 不然他醒过来 不然醒过来 对然后才开始这个呃就是怎么讲 就是状况内了 然后开始好好读书了 你就是说他在12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成绩进步了 那他可能不要提早申请会比较适合 因为他12年级上学期的成绩还可以合并到那个GPA里面 所以他就用普通的申请方式会对他比较有优势 因为他12年级成绩比较好就可以把他的GPA拉高嘛 所以这种人他就不适合提早申请 所以还是要看状况了 但是一般的状况来说提早申请的优势还是蛮高的 嗯那么今年的这个提早申请的结果都公布了吗 今年都公布了 今年的话就是呃大部分学校都放榜了嘛 那不是大部分全部都放榜了 今年中共就是有八八十几万人提出这个呃提早申请 对所以这个数字 所以我跟你讲之前是一个秘密武器 现在就可能不是那么的秘密 因为这个数字比疫情前增加了四十几个percent 哇 所以这个就现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这个秘密武器了 嗯 哇 那呃提早申请好像都是仅限于这个优秀的这种学生 啊如果成绩不好是不是就不考虑了 其实呃也不是啦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这个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北加州有一个这个学校叫做呃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这个学校很厉害虽然他排名不是非常的高 他现在排名好像60名吧 他是一个呃就是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他就是在那个硅谷的正中间 所以他旁边都是一些很厉害的学校呃公司高科技公司 所以这个学校呢就是变成很多人都很想去但是呢他的这个呃就是录取率大概是40percent左右 可是他的呃今年刚刚公布的那个提早申请的录取率有52个percent 所以52就是说他至少还是50几啊不是那个什么像我刚刚讲哈佛是8个percent有的什么是5个percent这么这么难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呃不是说特别优秀你可以申请像这一类的学校好如果说你可以进的话呢那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限于就是超级学生啊嗯 新资讯新观念 帮您的孩子定做一个美好的未来 升学直通车 欢迎回来升学直通车做客节目的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啊 那么江主任这个提早申请啊这今年的录取状况如何啊嗯哪些大学提早录取比较容易进呢 对今年的数字也是刚刚才呃就是整理好哈 其实呢今年很有趣哈就是几乎大部分的大学他的这个提早申请的录取率全部都跌了 只有一个大学就是没有跌反而增加叫做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对哈佛大学他今年的提早申请的人数啊减了17个percent 就是对啊就是就是说呃变得很更就是说比较少人申请而且这个数字是来呃5个percent 两个percent是17个percent呢嗯嗯 所以很多人就说什么哦因为哈佛已经毁了哈佛已经就是他他已经很讨厌哈佛真的哈佛就是那个没人要了哈 其实我也不觉得是那样啊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就是说呃因为一些政治的观点就是对哈佛不满 可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回归正常就是因为他之前涨太多了好之前涨了40几个percent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算是回归正常了那今年哈佛的这个录取率呢是比去年高就是呃8.7 呃74percent去年是7.56percent所以大概涨了一个percent那呃呃哈佛很好玩哦他就是今年呢他录取的人呢是8点多个percent 但是他80几个percent的人他都没有拒绝他们就是他就把他们defer就是到这个常规申请再省一次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他也没有把他们直接拒掉直接拒掉的人很少只有7个percent 所以他们就是说呃大部分都没有不能就说不能说他已经呃就是没希望了他还是有希望对只是说呃他在第一个提次没有把他录取而已 那其他的大选呢大部分都是呃录取率都跌了像这个呃跌的比较多的就像杜克大学就跌了大概3.5个percent那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像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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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的录取的人数名额减少了 也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分母 叫什么分子减少了 所以他当然就录取率就变少了 因为呢 他这个名额呢 就提早录取的部分 他就录取比较少人 因为现在这个提早录取有很多的争议 人家觉得这个不符合政治立场正确 因为提早申请 就是很多就是是那个校友子女 或者是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的 就是不愁学费 觉得说你学费多少我都付得起 没问题 好我就那个就是放心大胆的申请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呢 不符合政治立场正确 所以大学就纷纷的开始 在提早录取的部分 不敢就是放心大胆的 收那么多学生怕给人骂 像那个康奈尔大学 他就直接公布 他说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录取 要少收一点学生 比辅合政治立场正确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那么提早申请如果被录取 是不是就不必再申请其他的学校了 其实是看个人 但一般我们不会建议这么做 因为呢提早申请的结果是12月15号 就是放榜嘛 那如果那时候你才发现说 你没有被什么好大学录取 你再开始去准备 其他大学申请资料可能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都会一边叫学生等着 还是一边把其他的学校的申请资料都做好 那就是说还是照样的申请 而且说实在如果说你申请到 提早申请申请到不错的学校 但是你还是可以努力的去 为了更好的学校争取你的机会 不是吗 或许你会进到更好的学校啊 所以我们都还是会请学生 就是说还是多申请 就是常规申请的部分 还是要再继续做 那么如果是提早申请 还有可能得到奖学金吗 其实因为我刚刚讲过啊 现在奖学金多半都是在这个 你申请的时候 他就自动给你 就是说觉得你很优秀 就自动就是说想要引诱你 想要引诱你来我这里读嘛 所以他就会自动给你奖学金 所以一般来说提早申请的部分 也不会影响奖学金 他给你奖学金 因为他如果想要争取你 他还是会给你啊 所以这个呢一般影响不大 所以这个的话还是 不会错过那些奖学金 那甚至像南加大 他的这个就是提早申请 他就会自动考虑奖学金给你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像我们很多学生 南加大录取都拿到奖学金啊 然后甚至像我们UC Berkeley录取 或者其他的一些公校的录取 也都拿到奖学金提早申请 所以也是挺好的 对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奖属人呢 再把这个提早申请的时间表 跟我们家长们提醒一下好吗 对如果说你现在是 比如说11年级 对不对 那暑假之后你就是12年级了 对不对 那你就是11月1号以前 好有些学校是11月15号 但是那个是比较少数的 所以我们就讲一个 比较大多数的就是11月1号以前 要把提早申请1的学校申请送出去 好那如果说你还想要 争取12就第二个提次的提早申请 那就是1月1号 1月1号或1月15号 所以就是11月1号跟1月1号 好提早申请1跟提早申请2 对那这个的话 不是说你从那时候才开始准备 那个是截止 所以你的东西可能两个月之前 就要开始准备 那个时候是要送出去是吧 送出去那是已经要截止了 所以你要两个 至少两三个月之前就要准备了 其实更提早之前去咨询 去问询去准备更 叫有准备一些 准备更充分一些 准备更充分 因为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是上班的打卡 就是说我有送就好了 你要就是说送出去的东西要有意义 要帮你争取到录取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好好的准备 然后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那么我就想请问就是这个提早申请 是不是不适合拖延症的学生 哎呦 拖延症真的好烦哦 我跟你讲我们的学生拖延症的也很多 而且我觉得拖延症真的越来越多 对啊 拖延症的学生好 说实在来拖延症不能根治 我认为拖延症它真的就是一种 怎么讲每个人的这个个性 跟做事的法法 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金箍咒暂时控制它 就是怎么讲 使脱活拉的让它能够 就是不要超过那个截止日期 可是当然你不能说拖延症 你还就是申请要截止的前一个礼拜 才拖来报名 对不对 那就是真的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你如果是拖延症 你更加早一点开始来找我们 是的 找专家呢去询问 然后呢请专家帮忙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呢 实际上自己不是很清楚 怎么样去做这些提早申请啊 这些大学申请的东西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呢 我们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江主任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